各位好,我想說一下我剛剛星期六日所發生的事 星期六的時候,我去了我女兒的學校 她們在黃大仙廣場做了一個攤位 我們會向街坊傳福音 當時我傳福音 有個婆婆走過來 她向她介紹,神很愛我們 我用葉牧師所教的方法 跟她祈禱的時候,唱歌 又說我耶穌很愛你 她感受到一個平安喜樂 因為她是八十多歲的老婆婆 她自己心裡也有很多苦毒 有很多不開心的過去 我就說,不如這樣吧 你也不想經常不開心 你也想經常有這個平安喜樂 在心裡,我向你趕邪靈,好嗎? 把你心裡的不開心,趕走她好不好? 她就好了 然後呢 我就跟她按手 講邪靈 一講了幾次 她也很厲害 她就吹了出來 吹了出來,她覺得很舒服 她就說,我家裡在拜神 可以嗎? 她說,可以 你只需要相信我們這個神 是真的可以幫到你的 耶穌真的很愛你 可以幫助你的 那你呢 就去想著耶穌就可以了 然後我一路去跟她祈禱 那一段時間 又反覆做了這個 跟她祈禱 趕邪靈 祈禱,趕邪靈 趕走了邪靈 又再讓耶穌的愛 入回她的心裡 做了重複幾次之後 我說,耶穌是不是很好? 很愛你? 你能否感受到? 她說,感受到 這個八十幾歲的婆婆 她說,感受到 然後呢 然後我說 你想不想耶穌經常都在你心裡? 想啊 這個八十幾歲的婆婆 就決了戰 這個是第一個 那晚呢 我有朋友去我家 她的心裡很不舒服 我感受到她有一種 是很擔憂的 很擔憂的情緒 然後我問她 你做什麼事? 我覺得你很擔憂 然後她說 她爸爸生cancer末期 然後她很辛苦很辛苦 她已經屈了她心裡很久 很不開心 我說,不要緊 我幫你釋放好嗎? 我為你祝福 我為你祈禱 然後就釋放 然後我又是 好像耶穌師教我們這樣 祝福她 跟她說,神很愛你 叫她要放鬆 要輕省 那些 然後就跟她說斜鈴 她真的吹了斜鈴出來 然後又重複了很多次 吹了第一次的時候 她已經覺得自己的人舒服了 然後再吹多幾次之後 她整個人是輕省了 然後我說,耶穌很好 好,好愛你 是不是? 你完全感受到 是不是? 是啊,我真的感受到耶穌的愛 我很舒服 我心裡沒有掩住 掩住我很久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不如這樣吧 我現在和你缺字 讓耶穌永遠都住在你的心裡 讓你自己都可以去呼求耶穌好不好 那我又和她缺了字 然後做到第二天 那我和一班朋友出去燒東西吃 那她的爸爸 我一去到的時候就看到她 她的樣子很嚴肅 沒有笑容的 她的樣子是插著的 那我心裡已經想 我要為她去傳福音才行 然後後來呢 那我跟她聊聊天 那她又 事後我聽回其他朋友說 她是不跟別人聊天的 但是她跟我聊 然後她就說到自己以前的生意失敗 她很自責 令到家人的生活很差 她很不開心 然後呢 我就說 是這樣的 不如這樣吧 我為你祈禱 其實這件事是還沒說的 我還沒知道的 我只知道她很不開心 然後我說我為你祈禱 她是不願意的 我說不要緊 我只是和你祈禱而已 我不會叫你回教會的 然後呢 半推半袖 我就和她祈禱 我一和她祈禱 一看守的時候 我就發覺她呢 她的內心裡 很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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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不開心 我想她應該是無笑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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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裡面充滿了屈結 我就為她祈禱 為她祈禱 為她祈禱 為她祈禱的時候 神的愛真的很強烈 神讓我感受到很強烈 神跟她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找了你很多年了 你把你的重膽放下 你把你的重膽交給我 你不要自己去背 你很辛苦 你已經辛苦了很多年 然後她就流眼淚 然後我說 你這麼辛苦 不如我幫你趕走她 我幫你趕走你的悲傷 她說好 然後我就跟她說邪禱 她又吹倒 我說憂傷的邪禱又吹倒 憤怒的邪禱又吹倒 偶像的邪禱又吹倒 每樣邪禱都吹倒 她說好舒服 我的心都鬆了 才壓住我的 她說好多年沒試過這樣 很久沒試過這樣 我說是呀 因為神愛你 為何你會有這種心情 你告訴我 然後她就說 生意上的事情 她覺得很對不起自己的家人 一直這麼多年來 她都釋放不了 我說不要緊 你不要再背了 然後當時很冷 我跟她做了很多次 重複又重複 重複又重複 又趕又祈禱 又趕又祈禱 然後我就感覺到 神有話跟她說 其實我正在打冷鎮 忽然之間 我的人很平靜 完全沒有震度 就跟她說 叫了她的名字 然後就說 你不要擔心 有我在 我是你爸爸 你要放下你的重複 你不要再走 你不要走 我已經找到你 你不要走 你把你的重複交給我 我很愛你的兒子 你不要再走了 知道嗎 她說 知道 然後我又再震回 神的說話 臨到的時候 她覺得很溫暖 很溫暖 一個六十幾歲 不說話 完全沒有笑容的 很高大的一個叔叔 就是因為神的愛軟化了她 然後我又跟她缺了智 本來她今天也來的 但是呢 昨晚不知道 她對她來說 打擊太大 她今天 整晚都睡不到 然後今早早就說 今早才睡 那來不了 那我不要緊 我想邀請她下一次來 感謝神的葬公 那我可不可以再說 我見姐姐 其實有幾個 可以的 那我有一位姐姐 那我姐姐呢 她很多年以來 她四十幾歲 那她的婚姻呢 是很失敗的 結婚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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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找到的男人 即她很想 很想有人親 因為我家是 重男輕女 我父母不親女的 那她呢 一直以來 她感情生活不好 對朋友 她說話又不好聽 對著我們 經常都很 情緒很飄忽 那 然後我就 之前一直都勸她 你信住 耶穌幫到你 那她裡面的苦毒太厲害 她已經缺了字了 那我學會了 阿玉師教我的按手祈禱 然後呢 我就跟她祈禱 我一跟她祈禱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不是 我看到她是 她的表情 對我是有不屑的 又不是很想聽 但是我不斷地為她祈禱 我神很愛你 神是很愛很愛你 她呢 然後我再跟她 要她說邪靈出來 我跟她說邪靈 說了之後 她就告訴我 她說 剛才你跟我祈禱的時候 我是聽不到你的聲音 我就是這麼近 很近 很近 她說你的聲音 是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我感覺到裡面那個 是不讓我聽你說話的 那怎麼辦 我還想推開你 但你沒有推到 是呀 我不讓她推 然後我就再跟她祈禱 說神是很愛很愛你 然後我又再跟她說邪靈 她呢 也有趣 但是她的眼睛很空地看著我 然後又藐視我 然後我就再跟她說回 我說你剛才這樣看我 你自己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這樣看你 但是我知道裡面那個 在那裡笑你 在那裡笑你 我很想笑你 然後呢 我又再為她祝福 又再跟她說 說了很多次之後呢 她就趕到頭暈了 然後我就坐下 我就停止了 那我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現在感覺是舒服了很多 舒服了很多 她說原來以前呢 每次我約她的時候呢 她都硬是要 又哄又什麼 都不知道做什麼 每次都不出來的 然後呢 後來她就說 我現在知道了 是裡面那個邪靈呢 不讓我見你 因為我見親你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呢 那我問你現在怎樣 但是你要堅強 你一定要倚靠神 一定要信神 你現在雖然是不舒服 但是你都不希望 讓你身裡面那個邪靈去控制住你 那她說 是 我不舒服 但是我還是要繼續去趕邪靈 我要趕完為止 我真的很感謝主 那另外有一個 現在不要說個案主 說你的心的動力 就是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動力去做 以及你怎樣衝破你的懼怕 我也沒有懼怕 因為呢 我是很想 因為呢 神呢 就是 對我那個呼召 我要不斷地去 去為其他人講見證 講見證 要讓人家是真的感受到主 所以我才來 葉牧師這裡 去學怎樣祈禱特力 讓我幫人家祈禱的時候 讓他們能夠 是給神 去進入他們的心裡面 讓他們 是真的平安喜樂 真的感受到神那種的 那種的愛 以去信神 我很想有這一種的能力 於是我很渴求 我很渴求 我求神去給我 然後呢 我就對其他人呢 我就放膽去為他們祈禱 那我一看他們的時候 啊 真是感謝神 他們真的感受到聖靈的充滿 心感平安 又趕齊靈又趕倒 於是乎呢 我就很想很想再繼續做 我就見到別人 如果我見到他 我想去的呢 我都不理的了 我就照去 那我就很希望是能夠 不單單是那幾個 而是我希望可以 用神使用我 去令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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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人得救 不只是我們認識的人 而更加不認識的人 都能夠是得到神的愛 我先問了 問了先就好了 即是說他願意呢 譬如他有些事情捆綁 有些情緒 有些事情捆綁著 我們唯一令到他不要太不安 我們可以說 我們祈禱幫你把那些重淡 抑鬱 不開心 說出來呢 那可能會容易接受 這是一個策略的問題 原因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就很歡喜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哇 你即是說我有邪靈 即是說我好不行 所以這個是我們衡量的 那 亦都在我們打贏信耶穌 我們會多些情況 是幫他經歷到聖靈 除非我們看到有邪靈的情況 然後呢 就打贏信耶穌之後 我們再跟他釋放 我又問了他先 OK 好 我不是很直接地說 我跟你說邪靈 我不是這樣的 不過我自己演繹出來 OK 好 那我們就 OK 我們都知道有這個 示威去判斷 希望大家有這種的膽量 有這種的力量 那我另一件事呢 我就會這樣想 另一件事就是 這些人 你打贏信耶穌 有沒有跟進呢 那這個都是我們 就是說我們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都是常常求神 去帶領我們 怎樣有跟進 這個都持續的果效的 我還是覺得 你還是很快 你還是靠我 你還是靠我 重音世界